台北市長柯文哲成立了台名島 那現在總統蔡英文呢 臉書上面發文似乎就是暗酸柯文哲阻擋這件事情 那昨天是原住民日 那總統蔡英文呢發文是寫到說 這1994年到今天 原住民權力的進展雖然是曲折 不過呢終究持續前往 既然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那麼毫無疑問的 台灣呢更是原住民的台灣 所以當中這一句話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其實是來自於 這民主先驅蔣衛水生前的名言 所以有些人認為說 總統這樣的發言 是不是就是在暗酸柯文哲 用了蔣衛水相同的 台灣民眾黨黨民的事件 但是呢其實現在 除了柯文哲動向之外 大家很關注的就是 郭台銘的動向了 那郭台銘回國之後呢 都沒有面對外界 都是透過他的核心幕僚 永齡基金會的執行長 劉又彤來跟大家做對話 那至於呢 藍營現在不斷喊出團結 劉又彤的說 現在郭董跟國民黨 要團結是團在心結下麻 他更說其實初選期間 有很多不是關於政策的爭論 大家都有看到 而高雄市長韓國瑜也坦前說 還沒有跟郭台銘聯絡上 台中街頭爆發了警匪槍戰 這是在領東科大外頭的十字路口 昨天晚間傳出槍響 警方派出了舞台的警車 在追砌毒品逃犯 但是過程當中連開兩槍 嫌犯還是逃走了 山頭的水里重化區 發生了三車連環狀的車禍 這是兩輛車在路口的時候呢 沒有減速相撞 結果波及到旁邊的電動車 出估這電動車的維修費用 大概四五十萬跑不掉 再來看到是香港的情況了 港警昨天晚間有大動作 沙田的員警呢是在工業大廈這邊來處理一道 一宗竊盜案 就發現有四名男子呢推著一輛手推車 那警方呢就藍牙發覺裡頭是有兩隻的球棍 還有一些示威幼品 那港警呢還在他們身上搜出的是鑰匙 隨即進入到工廠裡頭來搜索 就發覺裡頭還有三男一女 那其中是包含了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程浩天 警方就表示說總共呢又收出了兩把的弓 還有六隻的箭 還有一個裝著毅燃物體的玻璃瓶 以及製造汽油彈的原料 還有大量含有大麻成分的精油等等 那一共八個人是因為涉嫌藏有攻擊性的武器 遭到逮捕 那其中陳浩天被帶上警車的時候 還高呼香港人加油 無懼白色恐怖 而對於香港的連日來 這個暴動不斷升級 中國的駐港解放軍說 31號晚間在微博上面公開了一支宣傳影片 影片當中是釋出了最新的解放軍參與政報的演習畫面 對應最近香港反逃犯條例的抗爭 在這個敏感的時間點 這部影片被外界解讀 別有用意 今年金馬獎跟大陸的經濟獎頒獎典禮剛好撞棋 外界就很好奇一些 陸片還會不會來參賽報名 那根據了解呢 導演將一謀的一秒鐘確定棄賽了 不過胡歌和桂倫美所主演的南方車站的聚會 是已經完成了報名 對此金馬執委會不願證實 只說這10月1號的入圍記者會上面就會公布參賽名單 陸片來不來參賽不知道 但是接下來一些大陸的歌手演員該怎麼來台灣呢 因為現在陸客來台自由行喊咖 消息一出粉絲很關心 先前才剛剛向楊成林求婚全購的李榮浩 接下來要怎麼來到台灣呢 甚至這個話題還登上了微博熱搜 有一些網友就開玩笑說建議李榮浩 可以找周陽青 汪曉飛 劉詩詩等人揪一個台灣旅行團 出門算什麼每天最先爆 今天天氣除了熱之外還是要注意的就是 午後雨依舊是比較大喔 同時海邊方面還要防長浪 因為昨天的午後雨下的是蠻大的 桃園甚至對流很旺盛還出現了冰雹 今天同樣如此在嘉義以北的地方是近山區這邊 比較容易會有午後雷震雨 在嘉義以南的地方像是整個南台灣這邊 台南 高雄 屏東這邊 像是中午過後平地的地方也會比較容易會有劇烈的午後雨發生 所以外出記得要期待雨季了 再來就是要提醒的是 今天恐怕會有第八號的Fansco台風 有機會要生成了 趕快來看看它在哪裡 其實現在地面天氣圖上面非常的熱鬧 除了第七號颱風是已經影響到了海南島地區 明後天可能就會來到越南要特別流星之外 另外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地面天氣圖的最邊邊都快要被切掉這個地方 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最邊邊角角的熱帶性低氣壓 接下來有機會 今天晚間可能就會要生成 今年第八號的颱風Fansco 接下來的移動動向是往日本方面來做前進 但是下個禮拜要關注的是這一個 這個地氣壓也有逐漸發展的可能性 在下個禮拜也有機會進一步升格成為熱帶性低氣壓 或是不排除也會要變成颱風 所以現在8月份颱風季 這樣子的熱帶氣氛生成 都要特別的多加留意一下 那再來回到台灣來看到就是特別要體檢的是 熱的這個部分了 發出的是橘色燈號 因為呢 在大台北地區還有在桃園 哇已經是連續三天來到36度了 這個大太陽下真的是走個幾步路 可能曬一曬很容易就會熱中鼠勤多多補充一下這個水分 還有電解質不然可能會身體很不舒服的熱的地方 是在雙北市跟桃園特別在注意一下 所以呢穿衣服最好都穿輕薄一點透氣一點的 因為溫度上其實各地來講都是會比較高的 像是在大台北地區今天溫度上是可以來到36度的 另外我們來看看接下來中南部地區還有在花東地區呢 溫度都是比較高的喔 34度然後32度33度幾乎都有陽光露臉 但是嘉義南特別提醒一下午後雨是比較大的 週末兩天的天氣呢 我們就來看看了 基本上也是熱號然後要盛防這個午後雨 那禮拜六的時候呢在山區還有高平地區 午後雨是會比較大的 那溫度是33到36度 但是禮拜天過後呢 午後雨慢慢也會緩和下來了 全台各地的天氣都是高溫炎熱 所以都要多多補充水分一下 注意防曬了 天氣資訊整理給大家 歡迎回到《易早報》我是李美萱 來看到原明九大資訊的上規公司 這個創新新零售 2016年是砸下了2.5億元 併購了知名的網拍公司東京卓一 但是傳出說內部有人士是趁著併購消息公開之前 來買賣九大的股票 涉嫌違反證交法 台北地檢署漏月偵訊 前董作鄭博文 是預令300萬元交保 而依然阿翔跟謝忻六月是爆出了不倫鏈 結果說停工令發布後不到三個月 難道就要破功了嗎 說阿翔跟謝忻在這個月底 可能會藉由公益活動雙雙來付出 還有望同台 而政治消息來看到 就是時代力量說最近風波不斷 繼立委高路已用是因為助理涉嫌 沒有利益迴避 而現在遭到停權 甚至還有可能會被實力除名 現在在昨天這時代力量的決策會之後 立委林長佐還宣布要退黨 以無黨籍的身份來尋求連任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現在又組了台銘黨 這綠黨的王浩宇就PO文指出說 台銘黨支持度其實是大於時代力量的 所以時代力量接下來恐怕會面臨泡沫化的危機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現在組了台灣民眾黨 但是卻掀起了蔣衛水的後代相當不滿 蔣衛水的後代蔣李榮他在網路上面就說 柯文哲抓了蔣衛水這三個字當成了外衣 但是他懷疑台灣利益或是台灣民眾是否是優先呢 他也怒批說柯文哲根本不像蔣衛水的精神 而蔣衛水基金會發布了一個正式的聲明 就是說個人組黨是有自由的 那家屬也是有言論自由的 基金會都會予以尊重 但是不應該以蔣衛水的名聲來為個人的形象來提升 判市長要再做斟酌 在美國有兩名的建築設計教授 他們最近是在美墨編輯 打造了一個粉紅色的敲敲板 讓美墨兩邊的人們能夠越過這個高牆的阻止 一起來玩耍 那這兩名的教授說 他們其實在2009年就誕生這樣子敲敲板牆的發想 直到最近終於完成這樣子的計劃 其中一名的教授就說 設計的目的是要為了美墨邊境帶來歡樂興奮還有團結 那他也說敲敲板可以讓高牆兩端的兒童和成人 都能以有意義的方式來互動連結 來認識到另一個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也就會產生對另一個地方所產生的影響 而香港的少年兵球隊呢 先前在中國河北參加比賽 沒想到比到一半 竟然發生了中國的隊員來打他們的事件 影片上傳之後 有一些部分的中國網友還辨稱說 這個打架是合乎規定 但其實根本就是違規 最後設施的中國球員是被處分停賽一年 歡迎回到一早報來看到這一週內已經是第三次了 正是根據這韓聯社的報導 北韓的期間之內第三度來試射了飛行物 就在今天的清晨 北韓再度是從東部地區然後朝日本海來進行了試射飛行物 但是還沒有釐清到底射出了多少 但是這次的試射飛行物跟前兩次試射的短程彈道飛彈非常的相似 那這已經是今年五月之後第三度的挑釁 那引發外界對於北韓是否需要施壓美國跟南韓聯合軍演的疑慮 但另外我們來看看不斷對我們文攻武嚇的是中國大陸 這解放軍在8月1號來慶祝建軍92年 那官媒央視媒體就播放了對台作戰的部隊演習畫面 那最近動作頻頻 總統蔡英文也回憶 每次進入到了選舉日程 其實中國呢就會增加文攻武嚇的力道 也造成區域的緊張 同時也讓國際社會對北京當局更加不信任 郭台銘回到台灣了 但是還沒有面對媒體 倒是他的核心幕僚有靈基金會的執行長劉又頭 昨天呢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透露說其實鴻海董事長 前董事長郭台銘呢 跟高爾市長韓國瑜之間是有心結的 而且呢他還詳細談到說 兩個人之間的疙瘩絕對不是私人恩怨 暗指說是旺中集團 跟韓國瑜還有中國之間的關係 就是郭寒之間過不去的點 多謝